娱乐转圈圈 与我们见面 这一次的张子峰的古装扮相 真的是非常美丽的 而最近另一名 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出演片段的明星 再一次的获得了 非常多人的关注 那就是这两年 在娱乐圈里面发展势头 非常不错的杨子了 杨子这一次 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片段 饰演了文成公主 这一个形象 这一次的古装扮相 真的是看完以后 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记忆之中 杨子拍摄古装剧里面的古装扮相 最受大家喜爱的 应该就算是 《香蜜沉沉静如霜》 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 古装扮相了 而相比之下 这一次的古装扮相 明显有了更多的抑郁风情 穿着以及面部的妆容 都给大家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很多的网友 在看完之后 都大叫一声 真的是绝了 而杨子在娱乐圈里面 并不是因为颜值获得了 非常多的粉丝 作为童星出道的她 最开始和张一山一起合作 拍摄电视剧《家有儿女》 那时候的杨子 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小学生 在后来杨子 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 经过了四年的 系统表演学习 她的演技可以说是 有了一个更大的提升 这两年的杨子 在娱乐圈里面资源 也是非常的不错 也被非常多的网友 称为男神收割器 和娱乐圈里面的各大男神 几乎都有合作过的 杨子也获得了 非常多人的欢迎 而杨子被更多的人记住的 应该就是因为 她非常有特点的演技了 无论是在电影里面 客串的小角色 还是在电视剧里面 担任大女主 她的演技 都可以算得上 是非常的优秀了 而这一次 在这一个片段里面的出演 让非常多的人 表示杨子真的是 天生就是吃 演员这一口饭的 而杨子在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的电视剧 电影作品 与我们见面 但是在去年一年 她就有非常多 十分优秀的电视剧 电影作品 与我们见面合理 一起合作的电视剧 亲爱的热爱的 把李线送到了娱乐圈里面 顶留男星的位置 在前一段时间 刚刚官宣即将开始播放的 和吴亦凡一起合作的 电视剧《青三行》 也获得了 非常多人的喜爱 杨子真的可以算得上 是娱乐圈里面的宝藏 女演员了 最后也期待着杨子 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 更多更好的作品 也希望杨子在之后的发展 越来越好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